來到英國很多人都擔心治安就一般 我說回一件事 可能大家來到英國都要小心一點 話說上個星期日晚上六點左右有人敲門 我開門發覺有一個白人 二十多歲了很年輕的 他說英文就有一些很濃的北方口音 大家如果在英國住了一段時間都知道 我們本身英文都不太擅長 北方口音大家聽得出有點不同 不容易聽得明白 他揹著袋子 他說他一來就遞個證 好像英國的車牌那樣交的證 有一張照片寫著是囚犯 他講什麼呢 他就說我是on probation 即是說他是 不知叫做釋酬或各樣 即是說他出來適應社會出來做些事 他跟著就說你不用怕啊 我是不是說會危險的 不是會什麼的 他跟著就說你可不可以花一點時間 你聽一下我講一下 你有沒有幫一下我啊 那我不知什麼事 我跟著就隨他講 因為偶爾都有人敲門 其實多數都是賣東西的比較多 我猜都是賣東西而已 那我就聽你說了 那他就背著一個很大的背囊 那他就擠到背囊就可以打開它 裡面就有很多那些平價那些 在攀寧買那些洗東西 譬如清潔劑、洗潔精、蕃茄那些海綿 那他就說你幫我買些東西啊 叫做幫一下我 就是我是釋酬來的嘛 那你幫一下我 那我就容易些融入回社會啦 那買五件就有多少多少 那給現金又可以啊 那但是實際那些東西我看起來 又沒什麼需要啊 那我就推它咯 那我就推了一輪 那我就說我都不需要啦 那我就說你幫不幫我啊 你幫一下我不行嗎 那開始有一點小小的口氣 那我就說不好意思啊 我真的不要需要咯 那他就死死氣了 那就拉著那個袋 那就背著那個背囊 那就走了這樣 那我關了門之後 就覺得很疑惑啦 那是不是真的 在英國是有這樣的東西的呢 那我女兒呢 其實全程呢 在二樓呢 就看著樓下 那在說什麼 那原來發覺這個人呢 不是自己單獨的喔 原來呢 旁邊還有其他人的 一樣是揹著個袋 一樣在做同樣的事情 即是一隊人 不是一個人的喔 那我那晚呢 就越想越 好像覺得 那是不是真的有些這樣的事情呢 如果他下次來又怎麼做好呢 那在網上搜尋一下呢 原來呢 就真的是騙徒來的喔 那這種東西呢 叫做Lottingham Locker 即是說來自諾定銜的 即是專門敲門來騙錢這樣 那原來他做什麼呢 他就是專門找一堆的年輕人 就是一人一袋這些這樣的東西 有輛車呢 就載他們來 那幾個的嘛 即是一隊隊這樣做事 那敲門 那看看誰會買的 那你知道英國時候呢 有些 尤其是那些老人家呢 有時候他們比較單純一些 或者他們心比較善一些 那有時候不好意思呢 那就真的會幫他買的 還有呢 就英國你知道 他對那些弱勢社群啦 那就都很 其實他們 很多人都很有愛心的 不過有時候呢 就會被人利用了 那就是說 有些人不好意思 或者叫他幫一下他 不是很多錢 那幫他買五件啦 那原來呢 你肯幫他買的話呢 他就慢慢 就探聽你的底細 看一下你 很多時候他會 叫你現金來買 那用現金買的話 就是代表 你家裏有些現金啦 那他很多時候 就會高價來買的喔 那網上你都試過說 有些老人家呢 給了五百多磅 來買他的東西 都有的喔 那就是說呢 你越買呢 他就越回來買 那就越來越價錢 就越來越離譜 那樣的 那他知道你不好意思 或者知道那些老人家 可能很欺負一些 那可能越來越 口氣就越來越硬啊 有少少威脅你啊 那樣 還有不單止是這樣喔 那大家在英國 在英國很久的 你知道 很多時候呢 我們都是用那些 debbit card來給錢 家裏沒有錢的 那實際 英國 其實都不是很富裕的地方 很多人家裏真的沒有錢的 你知道嗎 爆格都沒有用 那如果他發覺 你每次都可以拿到 比如好像剛才那個老人家 拿到五百多磅現金 來幫他買那些東西的話 即是你家裏有現金啦 那他就會叫他那些朋友 那些朋友就專門爆格的 那他找一天 就找摸清楚你幾時沒有人呢 就來爆格這樣 那樣的 好在就推了他而已 那所以呢 就大家要小心一點 那其實我平心而論 這些東西 就什麼社會都有的 英國這樣算 那其實你在傳媒啊 網上啊 那其實你都知道 很多都是一些騙人的東西來的 那總之去到哪裡呢 大家都是要防人之心不可無啦 那我今天講到這裡先 那大家小心 那YouTube的朋友 還沒訂閱的話 那就記得按訂閱鍵才走啦 那我們有Patreon的平台 Patreon上面 有很多的會員專屬的醫學影片 那有新片的話 就可以先到為快 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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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